创造条件 G20峰会是习近平二十大登上皇帝宝座后的第一次国际亮相 他把自己当成了舞台的唯一主角 尤其是会议间隙 与美国总统拜登见面 和教训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视频 更是短时间内传遍圈网 不过这评论中 可几乎看不到正面评价 之后在泰国召开的亚太金河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 习近平又让泰国总理巴育是尴尬了一回 因为习近平拒绝与其握手 这就充分展示出了习皇帝的傲慢与无礼 也许是出于花钱买了舞台的土豪心态 和刚刚当上皇帝的兴奋劲 习近人是把世界都想象成了自己的地盘 把其他国家领导人一概当成了小弟来对待 享受着现代文明 却天天做着秦始皇的梦 把无知无理当成有态度到处丢脸 还不自知这个世界上恐怕也就只有习近平了